哈囉,我是雅恩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從年初其實就有跟大家說 我今年要開始做手帳這件事情 那我來分享一下 就是目前我做的一些成果 然後之後會發展的方向這樣子 好,那第一個就是 這是四月份的齁 那四月那時候我就想說 是櫻花的季節嘛 那所以我就去找了一個夜陰的圖 那就是 這個圖其實是上網找的 然後我用一個那個小型的 那個canon的那個printer 把它印出來這樣子 好 那就簡單的寫一個April這樣子 好,那我目前的那個 每月份的那個monthly log 就是如果用那個子彈筆記的一個說法 就是monthly log來講的話 我都是用這樣子一頁式的 這樣子我就可以很清楚的 就是把我 那個月大概要做的事情把它寫出來 然後同樣是用兩個櫻花 這樣子 這個圖其實都是那個google的圖片上面 都可以找得到的東西 然後同樣是用canon的那個 那個小型印表機把它印出來 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我的moo tracker 好,就是那個 如果大家有看到一些子彈筆記的一些資料的話 會知道 它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記錄你每天的那個心情 那我是用最簡單的方式 那之後我其實也有改了一個方式 就比較接近它那個 大家做的那個比較藝術師的那個子彈筆記的樣子 那我這個比較簡單的 就只是記錄我當天的那個狀況 就是是笑臉還是普通還是不太好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water tracker 這個是我把那個habit tracker把它放大 把它做了一... 就是每一種habit都把它做了一個樣子 那這也是簡單式的 那這我做到四月為止 我五月開始就沒有要再繼續做了這樣子 那我也曾經那個water tracker 就是畫了好幾個水滴這樣子 那整夜都是水滴這樣 看起來其實也很滑這樣子 好那這是我四月開始紀錄的一個sleep tracker 就是我大概紀錄說 每天是從幾點睡到幾點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然後每天用不同的那個mile liner的那個 筆下去做這樣子 好那我就繼續 就是我那時候把那個... 它整個頁面放的很寬這樣子 所以大概30號我記得 用了整整三頁去紀錄 然後再來就是walk tracker 就是我紀錄我的步數的部分 我每天走了幾步這樣子 那最多曾經有走到一萬兩千多這樣子 那最少好像也有一千多嘛 那一樣因為我放的很寬 所以我大概佔了兩個半的頁面 下去做紀錄這件事情 然後這個就是我的playlist的部分 那時候我是寫成music that I listen這樣子 然後我把一些我這個月有聽到的一些歌 然後把它做一些紀錄 然後寫了一下自己的感想這樣子 然後這是youtube plans 就是我打算那個月要拍怎樣的影片 我會把它寫下來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每天的一個... 如果用子彈筆記的話 就是它是說那個weekly plans的樣子 weekly log還是weekly plans這樣子 然後就分了好幾頁這樣子寫 那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這個... 這個圖片是我紀錄我上次第一次做那個... 那個... 那個... 凝膠... 美甲... 的一些... 的... 一個... 照片 然後... 下面是我目前在用的那個 漱口水的一個... 我是用Aura 2的那個漱口水 下一次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好這是我之前做的一些... 欸... 手杖的部分 好 好... 那因為後來我打算開始用手繪 所以我就去買了一個 這個是Midori的Stand 那它其實是可以讓你當作是... 你畫了...畫完當月的月曆 然後下去... 欸... 把它當成那種桌曆來用這樣子 好... 那我五月份... 欸... 第一個手繪的就是音樂主題這樣子 那因為我自己是很喜歡聽音樂的人 所以就畫了一個女生 然後... 欸... 帶著一個耳罩式的耳機 其實我自己是沒有在用耳罩式耳機啦 但是... 我是這樣畫 然後再來是那個Weekly Log 那Weekly Log的部分 呃... 就是一樣就是當月的一些... 事... 重要事項 那我去買了一些那個... 就是Frixen的那個... 可擦式的那種... 印章 小印章這樣子 然後... 欸... 就是我當月會做的一些事情 然後... 誰發行了... 像這個音符就是誰發行了... 新的... 專輯 然後... 像這一種... 那個蛋糕就是表示當天生日的人這樣子 然後... 這是New East的Aaron 然後... 這是JO1的鬥元一層這樣子 那... 這旁邊那個小圖是... 其實是... 我紀錄... 我... 經歷過的一些... 那個... 音樂播放器 像... 我一開始接觸的其實是那個... 卡帶的那種... 對... 就是最古早的 卡帶的樣子 然後下面是... 這個是我上一次去那個... 那個... Minky... 那個... New East春明期那個... 見面會的時候 有一個韓販在哪裡賣的那個紙膠帶 所以我就順便拿來用了這樣子 那... 剛好他們這個月也會回歸這樣子 好... 那... Mood Tracker的部分 因為我字寫的有點大 所以我... 無法... 把所有的... 完全的字都是... 把它寫進去這樣子 然後下面有一個是那個... 欸... 上一次買那個Spoons的那個... 欸... 小卡我拿來貼這樣子 然後這... 這幾個顏色就是... 我... 再來會填進去 是每天的狀態這樣子 好... 那一樣... 我的... 我把Habit Tracker還是一樣把它... 拆開來 第一個是Sleep Tracker這樣子 然後第二個是我的Walk Tracker 就是我... 紀錄我的... 走路的部署 然後... 一樣橫劃兩頁 然後再來就是... 我把它改成Playlist的部分 就是... 我這個月聽過的音樂 把它稍微寫一下 紀錄一下這樣子 然後YouTube Planner 然後目前還沒有想到我要... 放什麼東西在這裡 然後再來... 那個Weekly Log的部分 那因為... 欸... 我是用星期天開始 然後星期六結束的那種模式 所以... 我第一個禮拜只會有... 這兩天這樣子 那...所以下面我畫了一個圖示 就是我的... CD Player 那... 我第二個經歷的音樂播放器 其實是CD Player 就是那種... 以前那種... 一整個... 圓盤式的那樣子... 的那種... 嘿...那戴... 戴起來也還蠻笨重的這樣子 然後我的那個... Weekly Log的部分 我這一次是用框框的 那下次說不定我會用別的模式 下去做這樣子 好...那中間畫一些... 呃... 音樂上的一些符號這樣子 好...那我第三個經歷過的那個... 音樂播放器 其實是有一種叫... MD Player的東西 那其實那...那時候應該一開始是Sony去開發的一個... 音樂播放器 那它其實那個外觀看起來有點像3.5mm的那個... 磁碟 如果你有經歷過那個就是一種方形的那種磁碟 那樣子...那它其實形狀比它還小一點 但是就是類似那種概念這樣子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我貼一些...我的照片 然後...欸...最後一個音樂播放器就是那個... iPod的部分這樣子 那...我之前曾經...就是有買過一個iPod 那...其實我覺得用起來算順手啦 但是就是小貴這樣子 所以後來我也沒有再繼續用了 那這一個圖片是我...欸...第二個去做的那個...指甲彩繪 就是做海洋風的這樣子 那我打算這個月...做完...用完之後就稍微休息一下這樣子 好...那這是我...欸...開始用做手帳以來的一些...我做過的模式這樣子 那就分成1到4月是一種模式 然後5月之後我會開始嘗試用...欸...簡單一些畫圖來做這樣子 好...那這個...手帳的一個模式大概也介紹到這樣子 那...大家不知道有什麼想法呢? 還是大家比較喜歡就是...欸...已經為你寫好 然後就直接填進去的那種模式呢? 那...也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OK...掰掰